好 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本周的舆情榜单 先来看看第八条 因为这是今天的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来了 李查森上讲 17号也就是今天刚刚来要访问北京和青岛 因为他来的这个时间节点非常受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南海问题 一直是讨论的一个热点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来 到底会谈些什么 我们看看他来的一个重要的行程 要登上这个辽宁舰 所以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行程 另外他还要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的一些相关设施 还要和解放军的海军司令 吴胜利上将进行会谈 所以我看到在网络互动平台上 已经有网友来关心这些问题了 那我先推送一条 有一位网友叫冰糖葫芦 他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次美国海军上将来会谈南海问题吗 听说还要登辽宁舰 哪位专家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宋老师 那您先举的牌 您应该回应一下 实际上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算是军种里面的一个最高长官 那么这个人的身份非常敏感 你像我们一般说的比较多的太平洋战区司令 这种战区司令 他是负责打仗的 但是作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话 他是管部队的建设 跟我们现在进行军事体制改革 是有一定的关联 那么他现在关注的就是 中国海军的能力究竟如何 你看他关注的两个点 一个是航空母舰 他上去之后的话 一定会和自己的尼米兹未来的福特级 进行一个这样的一种比较 看我们究竟好在哪 差在哪 这是一点 实际上他还要去一个地方 就是中国的潜艇学院 这个潜艇呢 恰恰是美国最担心的 那么他想看我们的潜艇 究竟处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未来发展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样的话 这样一个作战部长的话 在回去指导自己海军建设 包括在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 他就能给前线的作战部队 提供一种指导 那么我们不需要看他来我们中国 说什么事情 因为他说的都是客套话 冠冕堂皇的话 我相信他回到国外之后的话 一定还会说另外一套话 这个话呢 有可能会做一些所谓的评价 或者说对中国的装备 进行一些污蔑 所以我更希望呢 美国在接触加遏制战略 中国的过程中 看到中国显示的是透明 而并没有显示所谓的 像美国一样的霸权 那么美国呢 更应该了解 在南海地区 包括在中国周边海地区 中美两国 何则两立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指望 他在南海问题上 说什么 比如说支持中国的这种话 这种可能性基本没有 他实际上是一种探底之旅 了解我们的军事能力 究竟如何 中国舆论厂 因为游米更精彩